Let's go outside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第二集的MIC Vlog 這次我們帶來同一個地方 在Chase Center 今天我們來了美國之夜籃球比賽 舊金山勇士隊以及洛杉磯快艇隊 這是我們的來賓來自高雄的 愜意饒舌歌手 他的態度跟他們的歌曲 完全符合我們舊金山的步調 我們的vibe 阿發 等了好久終於等到今天 我記得我上次要回台灣的時候 我在IGDM上面問他 那個我要從美國回來 你要我從美國加州帶什麼東西給你呢 然後他說我什麼都不用 我最想的就是要一克加州的 墨西哥玉米捲餅 這是給你Frank 當然是不行啦 不能帶收拾回去 這一次呢阿發跟他朋友呢 路過我們加州舊金山 他跟之前的交換學生的朋友在這邊 meet up 然後做一個trip again 當作地主之一的我不能放棄這個機會啦 所以呢 我們來了 這是在雨靴啊 去球賽之前呢我們想在市區多待一下 本來想要多逛逛 就只夠時間到漁人碼頭旁邊逛一下 然後呢阿發買了一件帽子 By the way 這是MIC做帽子的地方 然後我們去旁邊的海邊 天氣並沒有很好 沒有很多陽光 但是還有人在游泳 哇這位大叔不得了啦 然後呢我們提早到了球場 Alright在我們上集Vlog的時候 我稍微有介紹一下這個場地 其實是同樣的場地 Chair Center擁有NBA最大的螢幕 這個螢幕就在他們大門的正上方 據說這個螢幕呢就有半個NBA球場這麼大 Jesus 我們來看的是舊金山勇士隊 跟洛杉磯快艇隊 各自有各自的明星啊 我這邊稍微做個小介紹 我們有Stefan Curry 我們的咖哩小子 三分神射手 大家應該不陌生對這個名字 還有他的partner Splush Brother的Clay Thompson 雖然他今年已經轉走了很遺憾 但是他也是我在勇士裡面最喜歡的球員 然後還有我們的 German Green 綠嘴 精神領袖 我們的雙塔 Andrew Wiggins 跟新秀 Jonathan Kuminga 還有我們的敵對呢 是我們的大鬍子左撇子 James Harden 還有斷腳超人 PG13 Paul George 還有忍者龜 Russell Woodsburg 還有我小時候最喜歡的最佳後衛 Chris Paul 雖然他是NBA最多人討厭的球員之一 但是這場真的是非常好看喔 我們的實力是非常的平均 而且這兩隊都有四個以上的明星球員 所以我們猜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在我們停完車往Chick Center走的時候呢 我們Alpha的興奮小宇宙已經爆發了 在這個瞬間 你爆了 其實你是比較希望 Warrior輸的對不對 你說 我就覺得勇士既然是一季 差不多快沒搞的時候 就把機會留給快艇 讓他一路直上 也是因為Paul George跟那個大虎仔 都沒有機會到Championship 也是給他們一個Respect這樣子 對也是有可能 這是他們生涯最有意義的一年 有機會把那個勝率留給他們 那話不要說太早 因為我們今天Warrior是什麼 Warrior已經連續贏了四場了 今天是第五場了OK 有可能會繼續再轟更再繼續下去 由於我們是提早兩個小時前到了球場 所以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去旁邊紀念品 你販賣部去先逛一下 所以我們出來的時候才不會大排長龍 以免等一下會被塞住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先讓Alpha跟他的Homie 先進去把東西逛逛 幫我們一起買一下 Alpha是買了一個加油的 No.1的寶利龍紀念品 稍微逛了一下 然後買完東西之後呢 又太早了 所以我們就繞到球場的左邊呢 先小買一杯啤酒 現在可以看到很多人已經提早來了 我很喜歡Alpha的Vive 在今天我們還是很謝意的 在旁邊買了一個小啤酒喝 大家喝了有點感覺 然後就看著這個海邊 飄著小毛毛雨 然後微醺的講幹話 有路邊的人跑過來跟我們問話 畢竟我這次做了一個開箱 在我的BOOTS上面 然後我在PuffPuffPASS 你可以看到 謝謝 然後我們就要入場囉 就像我上個APP的時候說的 這個球場最多可以容下 一萬八千個人 也就是舊金山能容下最多的一個場地 很快的我們就找到他們的位置了 然後處於比較下方的位置 這邊可以看到 美國的體育風氣是非常有賽的 有一堆人在住到全家棚 我懷疑一下他們 家裡很多的不同的品種 那終於要開始囉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 要唱國歌了 大家都站起來 可以看到這個風氣是非常的美好 比賽終於要開始囉 後來才知道我們前一千個路球場 都會有這個特別的漁風 我覺得他拿到這個比較有帽子 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中場休息時間 中國年特別舞蹈 中場的時候 我們到了中間的夾城酒吧 買了炸雞柳 然後還有第二杯酒 我跟我朋友來 他是土生土長的舊金山人 所以酒吧的人都大概認識了 所以呢意思就是 買一杯 然後下一杯無限倡飲 小費他tip他一百塊這樣子 他說要有很大的 confidence 才能穿這雙鞋子 還蠻好的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這雙鞋子其實是假的 他們都有看過 但以為是假的卡通的鞋子 By the way NBA的coming season 2025會吵了我最喜歡的 湯神也就是我現在穿的這個 11號 他轉走了也是非常遺憾 我最喜歡他也是 因為他當年僅用的 29分鐘 得60分 那個時候他的狀態 根本就是成佛的狀態 也是因為網路上面也 篡改了他不少成佛的樣子 然後他表情本來就很淡定佛樣佛系的 就很好笑 然後如今他已經轉到小牛隊了 然後明年呢我相信他會發光發亮 但也沒關係 NBA就是這樣子 一定要有球星交換 然後才會磨出不同的火花 Episode 1 我都跟你們講說 今年會帶你們去看 TheBron James跟他兒子Bony 存在我們的V-Luck 就看到這個東西啦 這場球賽呢其實一開始到第四節的 荊州游市隊都是一直壓倒性的勝利的 然後分數雖然沒有相比超過20分以上 但是一直都是Gonna stay在贏 然後到第四節的最後15分鐘 我們開始停止得分 Dilemma來了 所以居然一個反追分反勝 Jesus God 真丟臉 但是沒關係 當我們當地粉絲當然不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但是呢對阿法跟我們的Viseler呢 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兩方都真的你死我活 然後明星都有上場 然後他也看得意猶為盡 我很高興今天能跟他們一起來這場球賽 那也非常幸運呢 在彎區能遇到我的好朋友阿法 也希望他能回台灣的事業 大紅大紫 Until next time阿法 Follow us on V-Luck MIC V-Luck 帶你用我的眼睛看全世界 兩位 ius